这个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眼前这个美丽的少女 竟然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魔王 当然他自己也不是个简单角色 而是潜伏在魔王军中的人类魔术师 他表面上的身份 是个不死族海谷团长 隶属魔王军第七军团 正攻打着人类城池 在他的带领下 魔族军队效率齐高 而他本人也作为指挥官 亲自来与人类的守军将领对峙 他特意给了对方三个选项 第一就是投降做俘虏 第二是干脆的自我了断 而第三则是给他的机会悄悄溜走 男人还真没想到 他竟然有天会被魔王军心慈手软 可他也有着人类的尊严 怎么能屈从于魔族给予的选项 既然如此那男主也别无他法 只能打完之后再治疗 那些投降的人类士兵也是如此处理 此时他的魔王军美女上司 正通过水晶球观察着一切 男主不愧是他认可的人才 居然只凭一个旅团一周时间 便成功占领了一座人类城池 可这位魔王军的星星小将 实际上却是个只有在结界下 才敢露出真容的人类青年 尽管每次战争他都试图速战速决 然而总免不了让许多人类受伤 他多少会对此有些良心不安 但这已经是他能想出的最好方法 他是被魔族爷爷龙贝克 捡走养大的孩子 虽然对外宣称是爷孙 但其实男主更愿称他为老师 他是位伟大的魔族魔术师 也很了解这个世界 这里过去曾存在过高等文明 爷爷教会了男主所有的知识和魔术 他临走前留下的遗言之一 就是让男主对灭亡的文明保密 否则将会招来灾难 至于另一个遗言 便是让男主永远隐藏身份 绝对不能被魔王发现 所以男主也只能在房间布下节节 确信周围人不能进来才敢摘下面具 可谁知他桌子底下就躲着个小女仆 一秒就把他隐藏了二十年的秘密看光 结果还不等男主猛逼 他就已经先把自己吓晕 这一刻两人都很想哭 这都什么事啊 男主的猪头副手来叫他主持大局 作为魔族他当然很疑惑 为何男主要对人类如此仁慈 这次破城似乎留了太多活口 但男主之所以能瞒上二十多年 也是因为他很会做大忽悠 现在的魔王非常重视结果 对人类进行烧杀强烈 实际上对魔族并无好处 他们占领这座贸易都市又不是为了空城 而是为了收取睡晶 猪猪不由地觉得好有道理 正巧面前出现了一群人类原居民 他们战战兢兢地向男主询问 今后他们要交多少睡晶 男主肯定是无意与人类摆谱 就算是被魔王军攻陷 睡晶也不会贬 这让人们都松了口气 男主的人望一下就在居民中得以提升 但他还是需要再恩威并试一下 警告这些人绝对不能反抗魔王军 而下一秒他就消失在了原地 还在黑暗中被怪物突然袭击 男主其实并不觉得有多惊讶 毕竟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惯例 反正每次他的直属团长一把他叫来 就肯定要搞这套 不管说多少次也没有用 最后还得是他展现实力将魔王轰掉 不然团长就能一直站在旁边看戏 可男主也拿他没办法 毕竟这位军团长色飞落 不但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直属上司 更是除他们爷孙外 唯一知道他人类秘密的魔族 男主本以为他叫自己来 是为了听取战争的报告 但团长早就从始魔那里得到了一切情报 无论攻城的过程 还是战后的占领政策都没什么问题 其实真正想要传唤他的人 是现任魔王第六天 魔王大人怎会想传唤一个小小旅团长 这事还真是第一回 但不管是出于褒奖还是纯好奇 总之男主不能拒绝 现在就得前往魔王城 团长说着已经向前一步 让男主把手放在自己肩上 临行前还不忘调戏他一番 至于那个看破秘密的小女仆 男主当然不会伤害他 只是把他关在了结界里 还特意给女孩留了盘吃的河便签 太温柔了我哭死 而这小女仆又正好是个吃货 看起来好痒得很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魔王城 男主不由得被威严的气势所射 这周围浓郁的魔族瘴气确实是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还是 怎么在进城之前还要先安检 虽然是要去见魔王这也很合理 但男主多少有点慌 那他的人类身份岂不是一秒暴露 还好这次有团长陪在他身边 能帮他稍微遮掩一二 守卫看到他身上出色的魔力 再加上他爷爷作为魔术师确实有名 男主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进了魔王城 为了夸耀魔王的强大魔力和权力 前去静见的走廊长得不像话 男主都走得腿酸 可团长却能老神在在地扶在空中 虽然他嘴硬说自己并不现了 但在半空悬浮实在是装逼力气 奈何他学艺不经没法效仿 还好道路虽远中有尽头 团长先行进去通报 而男主也能借机整理一下思绪 关于现任魔王的传闻有很多 据说他只用一战就推翻了人魔战狂 被誉为残忍又冷酷的最强男人 无论是敌是我 他都绝不容纳无能之人 但只要能被他认可有实力 就算魔力或手腕很差也会被踢拔 自从现任魔王上任 他就进行了能力至上的强力改革 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其实魔族本就非常缺乏协调性 总会同族相争 但在他上任后 这一情况就得到了极大改善 这样的强者竟会传唤男主 他越想越觉得心里有点损 可谁能想到等男主竟电一抬头 看到的魔王竟是位融资艳丽的少女 他果然是对男主一周攻城的战绩很感兴趣 而男主却不敢邀功 只说一切都是团长的功劳 少女魔王下一秒却语出惊人 他这谦虚的口吻简直像人类一样 男主一下就汗流加倍 难道这就是魔王的敏锐与威压 团长赶紧给他找 强调他是那位地狱守护者的孙子 魔王对此不置可否 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因此取信 但他可是听说了男主的事迹 他不杀居民也不处罚负责人 几乎兵不血刃地开辟了城池 男主早就知道 他这与其他魔族格格不入的做法 肯定会招来怀疑 但他身为人类 确实做不出那样残酷的事 事到如今他也只能让自家爷爷背锅 他就是这么被教育的 而且他也认同一个观点 人类会害怕恐怖但不会屈服于恐怖 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曾经也不是没有过对比 比起杀了人类统治者 让魔族全权接管 很明显是人类继续当统治者的都市 发展得要更好 所以他的行为依然是在为魔王军牟利 只是和魔王简单地对话了几句 男主就几乎能确定 他是与自家爷爷同等层次的存在 肯定也知道过去存在的文明 并且是利用这个知识带来的改革 男主这一番言行 成功吸引了魔王的注意 他希望下次见面时 能够看看男主面具下的真容 他这字字句句都直指要害 男主顿时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要不是他提前离场 男主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 能当上魔王的果然是个狠角色 团长忍不住出声嘲笑 他隐藏身份多年的魄力去哪了 怎么紧张成这样 可男主是真觉得自己掉马岌岌可危 只能寄希望于魔王还没发现真相 可他很快就得知 魔王还特意给了他一个奖励 虽然在团长看来 这更像是惩罚 男主好不容易回到房间 就看见那拖线小女仆 正在椅子上睡得香甜 他一把女孩叫醒 他立马就开始战战兢兢 自己遇到的女孩 怎么不是太强势就是太软弱 搞得男主都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 但他肯定不会杀人 只能先询问女孩的名字 身为奴隶的小女仆 一般只能被通称为编号十三 唯有母亲会叫他杀帝之名 虽然男主无意将他灭口 但女孩必须保守秘密 一听他只要成为专属女仆 就能免于一死 那杀帝当然是迫不及待地答应 隔天的男主就被迫上任成了领主 昨天魔王所谓的奖励 就是特批了个城镇给他 这座城镇虽然规模小 但却是军事重地 今后很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最前线 魔王特意派他来保护 还想让他把税收翻上两倍 在战乱中还要多征税是什么科幻片 可既然命令已经下达 那男主也只能好好发展城镇 看着这最前线的一片废墟 男主首先要做的 就是先把城墙修好 虽然这是的罪魁祸首 还要怪团长打得太尽兴 一听男主要求修城墙 下面必须是马上安排 但他设下的一个月完成的期限 实在是有点严苛 如果只征用原住民的人类 肯定不可能做好 但城墙对城市的保护实在太重要 为了提升效率 男主当机立断 就从修城墙开始推行人魔共同工作 这今世的壮举令猪猪副手大为震撼 可男主的安排又过于合理 每8小时轮班一次 24小时持续作业 夜班加班还给奖金 或许在他的安排下 真有可能把半年的活一个月干完 男主还会在困难的工作上亲力亲为 展现出他强大的实力 猪猪很快就成了男主的小迷地 男主差点又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因为魔族大肆进攻人类的城市 导致又一个新的城镇即将沦落 虽然人类的魔法师奋起反抗 可是魔族的实力太过强大 寻常魔法师的攻击根本造不出人员伤亡 而魔王也接到了最新的消息 罗兹亚里亚王国似乎为了打破这个局面 开始寻求其他王国的帮助 面对这个情况 魔王早就有所预料 这种时候就需要男主出场了 看他这嘴角的邪魅一笑 看来是有八九知道男主是人类的事情 此时的男主也接到了魔王的命令 让他去罗兹亚里亚了解关于人类的最新动态 而此时的王国皇宫中 将军召见了白强威骑士团的最强女团长提亚 他不允许其他王国因为这件事小瞧他们 所以决定派出提亚 将城池给夺回来 如今他们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提亚身上了 殊不知男主跟沙帝已经混入了首都之中 沙帝对于王国中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此刻正在一个小摊面前玩猜东西的游戏 可是沙帝身上根本没有钱 老板还以为对方是来砸场子的 正准备把他赶走 但是看见他胸前那黄眼的大欧牌 瞬间改变了态度 这要是摸一下这辈子都止了 就在他准备揭开答案的时候 一阵大风突然刮过 直接将三个杯子全都吹了起来 而这些杯子下面根本就没有东西 现在智力障碍者都看得出来 这不就是出老千吗 一旁的群众全都围了上去 让老板快点还钱 沙帝还准备看看热闹 就被男主直接提了起来 不得不说换上便装的男主个外地帅气 他带着沙帝来到集市上 虽然一直在吃东西 但是他的注意力 全都在路边的那些士兵身上 猪王同盟成立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看来是有八九是真的 只不过那些士兵走得那么着急 男主感觉很有问题 而沙帝听到主人口中的猪王同盟 也是满脑袋的问号 这时候男主的贴心小课堂上线了 他解释这是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 各国撇开利害关系 而结盟的古老誓约 别看沙帝欧派很大 脑子其实也很聪明的 一下子就理解这是啥意思了 而这个联盟从古至今一共出现了三次 每次都是以魔族失败告终 这个消息对于人类来说应该是好消息 可沙帝却一脸惆怅 男主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人类吗 咋还会因为这事情难过 难不成你跟我一样 原来在人类的世界里 奴隶一辈子都是奴隶 如果被主人抛弃的话 就会跟路边那些孩子一样 锁在囚龙里面 再次任由他人买卖 男主听完内心也是动容 这个妮子也是不容易啊 他安慰沙帝 现在的魔王是历刃中最强大也是最聪明的 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其实他的心里面也很没底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先前被揭穿的老板带着自己的老弟找了过来 他一猜就知道肯定是男主他们 把自己的伎俩给揭穿了 现在两人把人耍了就想跑 哪里有这种好事 他眼睛直勾勾盯着沙帝的大道理 既然你们没有钱的话 就拿身体来偿还吧 这老板也是够倒霉 已经被人揍了一顿 现在又在阎王爷头上蹦迪 男主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一个人类都没有 很好可以开始干活了 他直接掏出了一根魔法杖 随着寒芒亮起 老弟的大腿直接就被冻成冰块了 然后召唤出一大堆冰箭 对准了两人 老板还不知道自己 到底惹到了什么存在 还在嚣张地让男主 把这些冰箭移开 男主实在是没想到 这年头还有人脑子这么不好用 还得用武器好好教训他一下 这家伙才老实 见对方终于愿意好好讲话 男主也不客气 想知道这个城镇的军队在干什么 为什么看起来都这么浮躁 这家伙本来还想装不知道 见男主举起手准备动手 瞬间就老实了 不过这可以说是个危险的行动 因为一旦失败 那么罗兹亚里亚就完蛋了 拿到想要的消息 男主没有解除魔法 而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灵土 就在他处理公务的时候 一个黑皮魅魔直接推开大门闯了进来 看见男主一旁的沙地 满眼的敌意 怎么会让这个丑八怪当男主的女仆 这任务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才对 沙地也不是没有脾气的 见由女人要抢自己的工作 就算她是魔族 女人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退缩 直接让魅魔快点出去 魅魔没想到一个区区人类 竟然还敢在自己面前卖弄风骚 而猪头副手到门口看见这一幕 直接惊呆了 就在两个女人争风吃醋的同时 提亚已经带着骑士们开始了战前部署 但是男主的城市安静的可怕 甚至连一个护卫都没有 这让大家的心里面都有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随着提亚的一声令响 大家正准备启动投尸车 就在这时 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一堆的骷髅兵 而在悬崖上还有一群魔族的弓箭手叙事待发 越来越多的魔族士兵冒了出来 直接将这些骑士打得措手不及 提亚没想到自己的战斗还没开始就结束 带着骑士团灰溜溜的就跑了 而男主则在城墙上欣赏着这一幕 这一招空城记 男主八成也是看过三十六计的 猪头副手剑这么轻松就赢得胜利 还在旁边吹牛拍马 夸赞这都是男主的功劳 但是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的后方 有一个神秘人手持弓箭对准了他们 男主虽然是魔王军最强的魔法师 可终究只是个人类 对方的攻击精准落在了男主的身上 猪头副手看男主倒下去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还以为是年轻人叫大睡着了 与此同时 罗兹亚里亚的将军得知战败的消息 竟然准备直接卸磨杀驴 在提亚的惩罚决定的同时 男主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谁知道一睁开眼旁边就躺着个极美欲解 这身材和欧派 不是瑟菲洛还能是谁 原来男主就连自己受伤的事情都忘记了 如果不是瑟菲洛救了自己 恐怕怎么死的也不知道 但是瑟菲洛却担心另一件事 毕竟这次的战斗并没有造成人类伤亡 要是传到了魔王的耳边 男主就很难解释 但是男主并不在意 因为他的目标是让魔族和人类共存 或许就是他这份坚持 才让瑟菲洛这么努力帮助他 在瑟菲洛离开后 男主看着让自己受伤的武器 正在思考究竟是谁袭击了自己 突然大门开启的声音响了起来 魅魔和沙蒂一进来就黏在了男主的身边 两个人一见面就是吵架 为了宣示主权 魅魔直接对着男主就是爱的贴贴 但是还没等他大显神威 就直接被猪头副手给丢了出去 真不知道男主是真傻还是真没情商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老大 被说丑八怪自己还得说谢谢 而男主也给他下达了命令 那就是去调查白强威骑士团的团长 现在身处哪个位置 两人话刚刚讲完 门外魅魔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样喋喋不休的幼稚行为 男主也是无语了 等到第二天 男主得知提亚被关在监牢后 特地来到了这里 但是没想到魅魔也自作主张跟了过来 而他跟过来的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两个人 男主想要做什么自己都不会拒绝的 而且之前男主也跟沙蒂单独相处 他可不会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 男主都无语了 你如果要来就安静一点 不然就把你给丢回去 这可给魅魔爽上了 直接就贴到了男主的身上 而这所监牢的看守也并不森严 对于男主来说 想要进去简直就是轻轻松松 只不过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可是自己话还没说完 魅魔就冲上去 直接一巴掌就打翻了几个守卫 这一路上魅魔的招数都是千篇一律 想要拿什么东西 直接把人打晕 然后把东西带走 男主都无语了 不过很快守卫就发现了两人的闯路 魅魔把钥匙交给男主 自己则留下处理这些小卡拉米 他本来想让魅魔低调一点 但是等男主回过头 发现魅魔就开始折磨这群士兵了 算了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他拿着钥匙来到提亚的牢房 见有神秘人闯入 提亚拿起武器就开始袭击 但是下一秒就被男主给摁在了地上 他还以为男主是来嘲笑自己这个手下败将的 可男主只是想要来确认 在自己城池的时候 是不是他派出刺客袭击的自己 但是提亚没有回答 而是发出了灵魂提问 他没有回答提亚的问题 在所有士兵来了以后 发动了技能精神掌控 瞬间就让所有人都定在了原地 这种情况下 他本该为所欲为的 但是他却用魔法将所有的士兵全部打晕 没有留下一个清醒的人 将这些人搞定以后 他还顺便就下了差点掉落的提亚 然后十分绅士的自我介绍 提亚都猛逼了 原来眼前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王军最强魔法师 而男主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他大老远过来就是想知道 到底是不是提亚派出刺客企图暗杀自己 这个问题是能问的吗 哪里有人这么赤裸裸问这种问题 提亚一脸冷汗地看着他 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回答这种问题的 毕竟他可是人类阵营的 关于魔族的问题 自己是一句都不会回答的 想知道那就找律师来跟自己聊吧 见提亚这么坚决 男主也不想磨脚 他直接避咚了提亚 给对方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发动了毒心术 随着男主眼眸的光芒闪烁 提亚就像全身赤裸一样暴露在他面前 可这个画面很快就被魅魔看见了 这也太过分了 想壁咚的话找自己啊 现在这样子壁咚别的女人算什么 他跟孔雀开平一样 在男主面前摇来晃去 来呀来呀 随便来蹂躏我吧 男主都无语了 压根就不想搭理他 眼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他直接跟提亚道别准备离开 这不公平 魅魔心里面的粗味 都已经弥漫在空气了 凭什么他可以获得这个资格 我也要跟你贴贴 但是男主可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 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调查真相的 就连提亚都忍不住了 你这样子调戏了我然后就走 什么意思 是不是瞧不起我 作为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男人 男主自然会把问题都解释清楚 自己可是已经窥探了他的内心 发现他的心里可以说是洁白无瑕 跟暗杀根本毫无关系 而且在临走的时候 男主还跟渣男一样 提醒了一下自己的敌人 让他不要为了失败而气馁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输了以后的对策 提亚都猛逼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怕我也不要这么明显吧 面对他的质问 男主也不想继续回答 而是决定带着魅魔回去 这下魅魔可不乐意了 二人时光还没有持续多久呢 你现在就要带我回去 那我们紧张又刺激的夜晚怎么办 这么好的夜晚 不得造一个小人来继承优良的血统吗 不然先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不过男主现在跟羊了一样 根本对这种事情提不起任何兴趣 赶紧回去暖被窝才是最现实的 看他打开传送门 魅魔彻底忍不住了 真的要回去啊 我可不想啊 但是男主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带他传送回了城堡里 而沙地早就已经等候多时 这次回来 男主还贴心地给大老婆准备了礼物 那就是从王兜里面找到的种子 这些据说是大米的种子 结果以后那可是相当美味的 毕竟男主的梦想 那就是要让这座城市的税收翻倍 所以就必须要从基础下手 农业才是生产力的第一核心 现在主要是得生产小麦 让魔多的农作物产量翻倍 沙地都听傻了 我没读过书你可不要胡我 直接跟我说到底要怎么样做就好了 毕竟按照他的智商 不管解释多清楚他也听不懂 见状男主也不想再拐弯抹角了 说白 意思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吃得饱 然后让国家更加的壮大 他让沙地现在去把米给煮了试一下 但是谁会煮啊 现在男主也不知道啊 自己可是魔王军的团长 你问我怎么煮饭这何事吗 他只能把在民间听到的一首歌谣告诉沙地 虽然沙地不理解 但是主人的命令 我一定百分百完成 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以后 男主把所有的哥布林大军全部集结在一起 猪头助手还有点不理解 毕竟现在也不是开战的时候 突然把大军都集结在一起是干嘛 这个猪头既然没打仗 除了抓奸戏还能干嘛 难道开party吗 既然提亚不是袭击自己的那个真凶 那么能够悄无声息 并且对自己展开袭击的那个人 绝对就在这些人里面 虽然直到最后他都不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 但是眼下真相已经赤裸裸摆在眼前 为了揪出奸戏 男主直接对着所有人发出了毒心术 男主都无语了 你想表白能不能找个好时候 再说了你长这样我怎么吓得去嘴 不过很快 一个可疑的哥布林就出现在了军队之中 等发现间谍以后 男主就找到了 瑟菲洛 或许是已经准备收入后宫了 这人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人家洗澡就进来 瑟菲洛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他知道男主找自己肯定有大事 他也猜到 肯定是魔王军里面出现了叛徒 而男主也将自己审问出的答案 告诉了他 对于这个答案 瑟菲洛也没有多惊讶 因为杰斯是一个身经百战 智商超群的哥布林 男主正想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没想到瑟菲洛就直接来了个美人出狱 把男主给吓傻了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而杰斯也很快收到了手下的消息 得知男主不仅现在安然无恙 还偷偷跑去找瑟菲洛了 如今卧底在他手底下的哥布林也没了消息 这下好了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肯定是被男主给发现了 既然如此 杰斯也不准被装下去了 既然被发现了 那就先发支援 可没想到下一秒 一个手下来报 男主单枪匹马就来到了他们的地盘 他带着一群手下迎接男主 两人本来还没有撕破脸 可是当杰斯身后那乌央乌央的人群 出现在男主面前 他知道这家伙也不打分装了 而杰斯的态度更是嚣张 嘲讽男主在先前的战斗中负伤 简直是给魔族丢人 见这家伙这么不客气 男主也是直来直去 你这个叛徒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见自己被发现了 杰斯还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对于这个情况 男主早就已经有所预料 别忘记了 瑟菲洛可是还没出场呢 在杰斯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爆炸的声响 这也太乱来了 男主都猛逼了 就算是他也得到处躲躲藏藏 而且这和之前说好的也不一样 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战后重建也不容易啊 果然把这种事情交给瑟菲洛 就是一个错误 而且战场上越来越多的不死族士兵出现 对哥布林们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杀戮 杰斯四处躲藏 还想寻找逃跑的机会 但是一转眼 男主就出现在他身后 不过他还是小看了那群哥布林 这群家伙已经被杰斯给洗脑了 他直接让小弟们当作炮灰 去阻止男主 自己则马不停蹄地逃跑 可惜他对男主的实力 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就算是没有瑟菲洛 男主想要抓住他那也是绰绰有余 就在他以为逃脱追捕的时候 一转头 却发现男主竟然出现在了身后 一发火炮直接把他给炸飞了 杰斯都傻眼了 自己走的明明就是秘密通道 怎么还能被发现 殊不知男主早就在他身上 安装了屎魔 现在都是一对一 杰斯以为自己又行了 竟然对男主发动了攻击 但是他因为只会策略 所以实战能力弱得可怜 只是两秒半 男主就彻底把他给制服了 然后给捆在了树上 这时候杰斯知道害怕了 竟然提议让男主加入他们的组织 来一起推翻魔王的统治 把魔王军给抢过来 毕竟人类跟魔族的大战持续了这么久 可是现在的魔王却毫无作为 魔族明明应该隐悦待人类为乐趣 可现在的魔王却不允许杀生 这不就是不让魔族吃饱饭吗 但是男主当然是选择拒绝了 见男主不同意 杰斯趁他不注意正脱了束缚 发动了飞刀 可这种小伎俩根本不管用 就在他准备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瑟菲洛出现了 他不想使用男主的办法 毕竟太费时间了 但是两人还在谈话的时候 杰斯就已经全身发自 一副掩掩一息的样子 很明显 背后的那个人见杰斯失败 已经选择抛弃了他 见对方这么的残忍 杰斯也不打算继续自己的坚持 在死前的最后一刻 说出了背后之人的名字 两人立刻来到了魔王的面前 将他们的发现汇报给他 只不过迪欧的脑子可不是面糊做的 这种事情怎么敢承认 自己哪里挨不住魔王一个大逼斗 于是他直接反客为主 无限男主和魔女杀死了 自己最重要的手下 然后还栽赃嫁祸给自己 魔女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家伙 居然还敢把屎盆子扣自己头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直接释放出了强大的气势 准备给迪欧一点颜色瞧瞧 只不过他忘记了 自己现在可是在魔王的面前 魔王可不允许两人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内斗 他知道作为魔族 拥有的力量越大 就会有越多的追求 所以不管两个人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对他而言也无所谓 野心才是他们的本质 如果因为这种无关紧要的理由 就对他们进行处分 那么可太无聊了 不仅如此 魔王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两人 裤衩子都要吓飞了 原来他早就看出了迪欧谋反的心 所以瑟菲洛的忠诚 其实毫无意义 相反 他还得因为没管好部下而负责 魔王不愧是魔王 果然将帝王心术给掌握得清清楚楚 为了平息这件事 他十分贴心地做出了一个决心 那就是让两个人都受到处罚 不过因为跟人类的战争还在继续 他还不想这么快把两个军团长给弄死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决斗了 都说了是魔族 那就得用出一些不寻常的招数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爱比 那就比比看谁更厉害一点 谁赢谁说的就对 对于魔王的这个决定 两人都没有任何的意见 到了晚上 而是要使用一种名为傀儡兵的魔法生物进行决斗 他们要各自指挥50名傀儡兵 直到将对方的全部歼灭即可获胜 如果输了就会当场丧命 这就是魔族的残酷 魔族大舞台 有秘密就来 男主不理解魔王的做法 既然都得有个人要嘎 那为什么不直接上场 谁能知道魔王的想法呢 瑟菲洛觉得他应该是想要 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虽然魔王的决定很残酷 却让瑟菲洛的春心荡漾 这么帅的魔王真让人崇拜啊 可惜是个女的 不然我指定嫁了 随后他话锋一转 表示这个决斗可以找代理人参加 男主人都傻了 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 你就直接交给我了 你真是不把自己的命放在心里啊 万一输了怎么办 我后宫不就少了个预解 但是瑟菲洛却觉得 这样做的胜算才大 毕竟男主作为指挥官而言 能力早就已经超过了自己 所以他上场才是最好的 看男主这不情不愿的样子 瑟菲洛直接握住了他的手 来了个深情告白 男主感觉自己现在心很累 又无处诉说 为了事先熟悉决斗的方法 他带着猪头助手来到了竞技场 这个地方阴森森的 一看就是嘎咕不少人 随后他们又来到地下室 这里摆满了所谓的傀儡兵 这些家伙长得跟石像鬼一样 全身上下都是一片泥泥 猪头助手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玩意 想知道要怎么靠这玩意使用 虽然男主也是第一次见 但是好歹也做了功课 他知道这些傀儡兵的能力全都一样 只不过全都得依靠指挥官的能力 而在他们的身边 还摆放着满满一箩筐的武器 等到回去以后 男主开始思考 要如何凭借这些破石头取胜 这时沙蒂端着一杯热茶过来 他也是病急乱投医 竟然询问沙蒂要怎么获胜 沙蒂连种地都听不明白 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见状男主又换了的问法 万一你跟别人打起来该怎么办 可是沙蒂是个和平主义者 他觉得有人招惹自己 那么就坐下来喝杯热茶好好聊聊就是了 一般人说到这就应该知道 沙蒂根本就靠不住 没想到男主还在坚持询问 没办法沙蒂也只能随便出了个主意 可没想到就是这个题 让男主想到了应对的办法 那就是利用武器 只要用上合适的武器 两个一样能力值的人 胜负就能够显而易见 所以这场战斗 简单来说 就是需要拉开距离来获胜 毕竟武器的攻击距离越远 就越安全 获胜概率就越加大 而沙蒂这时候也提出了个特别有用的意见 那就是用十字弩来作战 毕竟这玩意可是冷兵器里面 攻击距离最远的了 不过男主还是不满足 因为这个东西连沙蒂都知道 那妖蒂欧肯定也会想到 必须要用一个 他不曾见识过的武器 那就是人类世界最大的道理 超级热武器 只要制造出步枪 那么什么牛鬼蛇神 没有什么自己打不过 如果有 就只是火力压制还不够猛的缘故 而瑟菲洛就是个现成的炼金术师 他肯定能做出来 可没想到等他找到瑟菲洛 对方竟然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而且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还在享受太阳的沐浴 这泳装加墨镜 简直给男主大饱眼福 可惜男主现在根本就没有世俗的想法 如果比赛赢不了 身材这么好的老婆可就没了呀 他甚至还把步枪的制作原理 给瑟菲洛解释了一下 谁知道他居然直接一盆水 泼到了男主脸上 这下巴比Q了 看来这女人肯定是靠不住了 与此同时 迪欧也真正为了决斗做准备 在得知瑟菲洛派出了男主 他也丝毫不慌 因为他的手上也有一个 超级大杀器 那就是由黑龙牙所制造的长剑 这把长剑可以消帖如泥 区区傀儡兵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在背地里 他似乎还在谋划着什么新的计划 另一边的男主还不知道迪欧的准备 满心都在思考着决斗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 魔王竟然出现在他面前 这还是第一次 以人类的样子面见魔王 没想到自己只裹了一条毛巾 男主跪在地上荒得要命 只要自己不承认 那么自己就不是自己 可没想到魔王什么都没说 只是丢出了一个包裹 要求男主打开 正是男主苦苦寻找的步枪 下一秒 魔王更是直接念出了他的名字 男主本来还想继续装一下的 可魔王早就已经心知肚明了 原来男主的便宜爷爷 早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魔王了 所以从一开始 魔王就知道男主是人类了 这件事对于男主来说十分意外 他不理解 为什么魔王都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却还留着自己 而魔王的梦想也很简单 那就是世界 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 就是魔王的梦想 所以这件事仅凭自己的力量 是不可能实现的 男主的能力他都看在眼里 这一次拿来步枪 就是为了给男主抛出橄榄枝 男主也不是傻子 既然事情都已经暴露了 如果现在还拒绝人家 那么第二天自己就是一团灰了 等魔王离开后 他就带着步枪找到了瑟菲洛 现在的问题就是子弹了 这个玩意瑟菲洛还是可以的 毕竟只是用铁制作的玩意 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瑟菲洛还是不认真 一副跟玩一样的态度 明明是7.62的子弹 他却整了一个76.2的炮弹 男主都无语了 大姐 比赛输了是你打不是我 求你认真一点 好不容易制作完子弹 男主先测试了一下威力 坚固的墙壁在步枪的攻击下 瞬间就出现了一个大洞 把外面等候的猪头助手给吓得半死 很快一个子发妹魔也找到了男主 按照男主的吩咐 他已经制作好了大批的火药 刚刚只是子弹所造成的威力 现在把火药加进去 那么就天下无敌了 男主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瑟菲洛 谁知道瑟菲洛觉得熬夜工作对皮肤不好 直接丢给小泽了 很快就到了决斗的那天 竞技场上人山人海 所有的魔族子民都在为了即将开始的大战欢呼 而男主这边的傀儡兵全部手持盾牌 至于迪欧那边傀儡兵更精致 竟然全部都穿着盔甲 还拿着锋利无比的武器 男主是万万没有想到 迪欧为了防范刀剑的攻击 居然拿出了大马士刚制作的盔甲 而这些东西全都是魔王给他的 迪欧还不知道 其实魔王也在背地里帮助了男主 此刻男主算是明白了 魔王根本没有偏袒自己 就是不知道 他纠结是想要用这场战斗 检测出自己的实力 还只是单纯地想两方公平对决 不过这个问题必须要等比赛获胜了 才能够去询问 伴随着裁判的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一开始男主并没有马上亮出步枪 所以局面呈现了一边倒的局势 大量的几方傀儡兵都遭到了击败 而迪欧更是嚣张地在后面大笑 还以为胜券在握 不过随后步枪攻击的声音 就响撤了整个竞技场 伴随着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眼神 迪欧这边的傀儡兵全部战败 按照规则 魔王就要当场处死迪欧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他竟然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军动 因为就在竞技场的周围 一个弓箭手已经蓄势待发 瞄准了他 紧接着观众席上更是发生了爆炸 大量的骷髅兵更是涌入了竞技场 没想到迪欧竟然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发动了叛变 很快现场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而且局势也是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那些哥布林士兵根本不是骷髅兵的对手 仅仅不过两分半的时间 现场就有过半的哥布林士兵给打倒在地 迪欧更是发出了疯狂的笑声 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叫嚣着要让所有的反抗者都统统去死 男主就这样静静看着周围的混乱 那些骷髅兵就算是被打倒了 也会在下一刻重新站起来 哥布林士兵只能拼命地逃跑 可是逃跑也没用 很快就会有其他的骷髅兵进行围剿 这时迪欧也让男主认清现实 他是不可能战胜自己的 不如加入自己 到时候他就给男主一个机会 成为第七军团的团长 享受荣华富贵 男主没有回答 身旁那些骷髅兵的暴行 已经让他越来越愤怒了 他直接拒绝了迪欧的邀请 随后手中的法杖也开始亮出紫色的光芒 见男主这么坚决地拒绝自己 迪欧也是发出了嘲讽 他本以为男主应该是个懂得审视夺势的人 但如今这个样子 简直太让人失望了 在他的控制下 大量的骷髅兵都包围住了男主 随着迪欧一声令下 纷纷朝着男主发动了进攻 但是这么小卡拉米 就能够将男主打败的话 那么他这个副团长也不用当了 随着法杖开始挥舞 蕴含着毁灭能量的绿色法球席卷了全场 可是奈何对方的人数太多了 就算杀了几个 可是依旧还是数不尽的敌人 加上这些骷髅兵没有自己的意识 根本不怕死 随着迪欧的下令 又跟宋死鸟一样朝着男主冲去 但是结果依旧跟之前一样 被男主的攻击一个个击退 但谁知道这群骷髅兵简直把自己的身体结构 运用到了极致 有一个竟然连头都不要了 头颅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抛物线 在被男主挡下来以后 他的身体紧随其后 不过还是在男主的攻击下化作了灰烬 见状这些骷髅兵又拿起了弓箭 看见了吗男主 这场弓箭雨为你而下 不过这种级别的进攻 根本无法伤及分毫 男主就跟利刃华尔兹一样 在箭雨之中穿梭 然后来到空中 在迪欧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男主一个闪现飞到了他的面前 握住了他的头盔 本以为这场战斗应该就此结束才对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迪欧根本就没死 他的头颅像皮球 一下子就滚到男主面前 然后发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男主忘记了 迪欧可是堂堂的不死足 如果只是这种级别的攻击 根本不能将他置于死地 不仅如此 随着竞技场上的紫色火焰冲天而起 现场瞬间就地动山摇起来 而迪欧的身上也开始渐渐复原 一起复活的 还有所有的骷髅兵 迪欧可是无头骑士 所以他的手下也一样 全都是不死足 见所有的敌人都复活了 男主也不敢轻易 立刻开启了透视 在这个领域下的所有骷髅兵 速度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他们在男主眼中 就是一群蜗牛 趁着这个时间 他迅速上前一个个将敌人击飞出去 无数骷髅兵都受到了重创 可是随着领域时间结束 又有无数的骷髅兵冲上前 这些士兵就跟蚂蚁一样 虽然战斗力不强 可是一个比一个难杀 如果你不彻底解决源头 那么他们就会源源不断 但是男主的魔力 却会有枯竭的时候 所以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加上在竞技场的上面 还有一个哥布林 在进行远程偷袭 所以男主现在已经走入了绝境 这样子下去 就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魔力 加上不死足 压根就是一群活动的死士 不可能杀死 看着男主不再反抗 迪欧还以为他已经放弃了 让手下马上动手 殊不知男主的外挂已经到了 一到盛光亮起 男主面前的骷髅兵 瞬间化作了灰烬 紧接着在迪欧不可置信的眼神中 越来越多的骷髅兵开始消散 迪欧都猛逼了 自己的手下呢 人呢 而竞技场上方的哥布林 还准备偷袭 但是下一秒 手臂就被砍下了一块 紧接着瑟菲洛就出现在他面前 伴随着火光冲天 哥布林下方的墙壁瞬间爆炸 往外面一看 迪欧所有的骷髅兵 都已经躺在了地上 怪不得先前没有看见 瑟菲洛的影子 原来是去把人给喊来了 然后把外围的敌人给解决了 就连男主的魅魔小宝贝 还有猪头助手也来了 对于敢对自己老大下手的人 他们可不会有一丝的手下留情 看着瑟菲洛到来 迪欧显得十分意外 不过更让他感到害怕的 是坐在后面的魔王 魔王并没有因为迪欧先前的举动 而怪罪 竟然还在利用魔族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非但没有解决迪欧 反而让他跟男主战斗 只要他赢了男主 那么就能够获得活下去的资格 不得不说这种上司不看你对不背叛 就看你有没有能力 简直完美 为了活下去 迪欧只能寄希望在打败男主上面 而且他一点没有瞧得起男主 觉得一个小小的副团长 怎么可能打得过自己 说罢就率先发动了进攻 而男主也不怂 朝着迪欧就冲了过去 这是一场强者对强者的决动 不过迪欧的实力的确强劲 男主全力发射出的暗黑激光 却被迪欧一刀给劈开了 虽然说迪欧的攻势很猛 可是这疯狂的一幕 更像是一个手下败将的无能狂怒 魔王和瑟菲洛就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相信男主的实力 果不其然 下一刻 男主就发动了大招 圣光从他的手中曝光 正面对上了迪欧的攻击 让迪欧始料不及的是 男主的圣光竟然在一点一点融化他的攻击 并且直接将他的身体也化作了虚无 望着这一幕 不仅迪欧不可置信 就连身后的瑟菲洛都瞪大了双眼 因为男主所发动的攻击 正是传说中的白魔法 他不可置信 想要学会这个魔法和气困难 而且魔王看着一点也不惊讶的样子 只有迪欧这个愣头青 还不知死活 怒吼着冲向了男主 此时的迪欧已经是走投无路 望着他冲向自己 男主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时候的男主被爷爷救下来以后 就天天跟着学习魔法 那时候的他还没有这么厉害 也不会什么魔法 就算是最简单的凝聚魔法 他也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 可是就算如此 只要有了成果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而爷爷每次都在后面默默看着男主学习 有一天 男主看见了家外面枯萎的花朵 所以想知道有没有哪一种魔法 可以让死去的东西复活 而这个魔法就是白魔法 但是爷爷本来是不同意的 因为男主被他收养以后 可是魔族的人 所以与其学习白魔法 不如去学习诅咒魔法 不仅如此 白魔法对于魔族来说 就是个渴望不可及的魔法 因为它的根源来自于慈爱之心 必须要拥有纯洁之心才能够学会 所以魔族很难掌握 但是很快爷爷就反应过来 男主是人类啊 他提醒男主不要轻易使用白魔法 因为这是比刀剑还恐怖的魔法 所以就算会 也不可以在其他人面前使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男主这一周 会让瑟菲洛这么惊讶 而迪欧也知道自己大势一曲 还在听男主嘴炮 男主的嘴巴不断输出 将迪欧说得一无是处 而迪欧现在只能无能狂怒 下一秒更是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不过这一次 他的进攻终究是徒劳无功 随着男主手中盛光闪起 迪欧的身体逐渐化作了星光点点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然后再没有了反应 剑状瑟菲洛也走了过来 得知这是男主爷爷交给他的 当即就觉得很正常 而魔王这时也走过来 表示因为迪欧被男主解决了 所以第三军团失去了团长 这件事男主必须要负责 意思很简单 就是要让男主去做第三军团的团长 他也不着急 还给了男主接受的时间 男主都猛了 没想到自己打了一架 只有瑟菲洛的脸上表情不对 因为他对于魔王的决定很不满 当晚就去找他提了意见 对于瑟菲洛的拒绝 魔王还是挺惊讶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既然瑟菲洛是自己的手下 那么男主也是 自己提出什么决策 应该都是理所应该的 就在这时 男主缓缓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回去的路上 瑟菲洛都气死了 他感觉自己的男人 好像要被魔王给抢走了 因为在刚刚的谈话中 男主将人类和魔族和平共处的事情 告诉了魔王 还表示他们相处得十分和睦 事实也正如男主所说 不仅是成年人 就连小孩也不会害怕那些魔族 而他也说出了 自己要让人类和魔族共存的目标 这一切都出乎瑟菲洛的意料之外 不过这也代表了他的决定 那就是不准备离开瑟菲洛的身边 他要跟瑟菲洛一起 将自己旗下管理的城镇 变成第一个人类和魔族共存的地方 为了让城镇发展得更好 男主这几天到处跑 经常不在家里 杀地好不容易找到了到处跑的主人 却发现他这几天好像忙来忙去 都是为了农作物的事情 在男主这几天的观察下 发现他的这个城镇 很适合在不同季节种植不同农作物 这样产量就会大大增加 魔族和人类就都能够吃饱饭了 只要能够吃饱饭 并且每个人都有归宿 谁还会去打仗啊 那你还真别说 有的人心眼子实在是坏 在男主忙着农作物的时候 人类的骑士大军向魔族发起了进攻 这场战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没想到弱小的人类 竟然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不知情的男主 还在跟子民们讲解 如何进行轮番种植 按照平时的规则来说 大家都是先让农地进行休息 然后再种植牧草 用那些牧草喂牛 等牛羊什么的长大以后 再把这些牲畜拿来吃 可是这样子所消耗的时间就太长了 现在只要放弃这个顺序 轮流种植小麦 三叶草以及大麦等作物 就可以达到一年四季 全都收获满满 利用这个农耕方式 顺利的话 人类和魔族都不会饿肚子 对于自己主人那聪明的脑子 杀地可佩服了 尤其是男主在成为副团长以后 就更不得了 他跟男主道喜 表示以后就得称呼他为副团长了 这时猪头助手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嘴上囊囊的大事不好了 可是事情还没说 突然意识到自己老大升官了 想到自己刚刚还用名字称呼男主 一副罪该万死的样子 这头猪要是去了古代 绝对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 随后又问起男主是不是拒绝担任军团长 题外话讲了一大堆 最后才想起来 自己是要来通知事情的 人类猪王同盟军开始行动了 就在昨天晚上 打算进攻阿雷斯塔的第二军团被歼灭了 要知道这个第二军团 可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士兵 简直惊掉了猪头助手的下巴 沙蒂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傻傻地询问猪王同盟军是什么 男主给他解释 这是在很久之前 人类之间立下的盟约 当魔族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仅靠一个国家无法战胜的时候 各国就会联合在一起进攻 以前也成立过三次 每一次都成功击退了魔王军 而且按照对方的进攻路线来看 下一次他们的目标 就是伊凡利亚斯 那里有魔王军很重要的据点 同盟军想要占领据点 就必须要攻打伊凡利亚斯 如今双方要是陷入苦战 那么麻烦就大了 万一更糟糕一点 伊凡利亚斯一旦被沦陷 同盟军占领了据点 那里的魔族大军为了安全 只能躲避到魔王的首都 这样就BBQ了 到时候人类一旦直倒黄龙 把魔王给打败了 魔族就彻底摆摆了 男主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要知道让魔族和人类和平共处 可是自己的梦想 如果想要彻底击退同盟军 现在就得击出自己的秘密武器了 那就是步枪 只不过进行研发的魔女却表示 并不能对步枪进行量产 因为这个步枪的质量太差了 每一把都只能打一发 然后就报废了 如果进行量产的话 根本经不起原材料的浪费 炼金术也没办法做到百分百复刻 瑟菲洛有点不理解 这玩意真的有必要吗 真的打仗了 自己一发火球过去 人类大军都得没了 用这个玩意简直就是丢人了 殊不知男主都是有好好思考过的 万一真的让瑟菲洛上 到时候不管哪几个城镇都不够他祸祸 一发火球都没了 战后重建又得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 所以这种武器就很有必要了 可是要量产太困难了 女魔人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将所有的零件一个个组装在一起 这个技术现如今只有一个种族会做 那就是矮人族 可是矮人族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 四处流浪 如果想要量产就需要很多矮人 根本没办法管理和召集 真的想这么做的话 就只有一个人能办到 那就是被关在伊斯玛斯王国的矮人王 只有他能够办到 但是想要劝动他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要知道曾经的矮人王也是风光无限 可是因为矮人一族那高超的锻造技术 引来了人类的窥急 人类大军攻陷了矮人国 并且利用矮人王子当作威胁 逼迫矮人王为人类大军效劳 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矮人一族受到了人类的奴役 最后更是用完就被抛弃 流放到了世界各地 矮人王也被关了进来 跟自己的儿子分开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仔了 刚有点想念 突然发现大牢外面的守卫都被打晕了 魅魔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打开了大门 矮人王怎么也没想到 魔族竟然会来救自己 可是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是谁派他来的 这个小老头不问出个究竟事不罢休 但是魅魔怎么会把男主的事情说出来 见他在后面叽叽歪歪 实在受不了了 手指头一点 直接用魔法迷晕了他 堂堂矮人王就这样被魅魔给放倒了 魅魔可不管这些 除了自己的男主 其他男人都是个屁 无奈猪头助手只能把矮人王给抗在了肩上 两人悄悄咪咪的走在隧道里 却发现这里的守卫过于松懈了 他们就跟在街上散步一样 都没人来抓的 这可是好事 毕竟男主派两人来的时候就说了 尽量不要给发现 可惜魅魔闲不下来 两人争吵的声音很快就引来了侍卫 这下终于有意思了 轮到魅魔出手的时候 虽然男主叫他们不要做无味的战斗 可魅魔怎么会在乎这种小事呢 我就做了这么低 猪头助手只是下意识抬手 那个侍卫就飞了出去 撞在了墙上 这下好了 他也不听指挥出手了 两人都是半斤队八两 魅魔还趁机调戏对方 说要把事情告诉男主 这可愁坏了猪头助手 等出去的时候 发现这上面站满了侍卫 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了两人 猪头助手更是不合时宜的猪叫了一声 面对突然出现魔族 所有士兵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可是这群人在魅魔眼里 简直就是小卡拉米 男主只是说不要伤其性命 也没说其他的不能干 他将所有士兵的精气神 全部都吸走了 殊不知这一幕被远处站着的男主 看得清清楚楚 他都无语了 自己给的任务这么简单还能搞砸 随着士兵越来越多 两人拼命在前面逃跑 好在男主出手了 地面突然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紧接着无数石柱从地底升起 阻止了士兵们的步伐 魅魔看见男主就想来个热吻 直接被无视了 看着猪头助手肩膀上的矮人王 他又一次无语了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位曾经的王 猪头助手一听更慌了 来了一招猪头龙卷风 差点把男主给吓坏了 好不容易将矮人王带回去 在他苏醒以后 男主解释了救走他的原因 并把步枪放在了他手上 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但是制造武器可是矮人族生出来就会的 要花点时间而言 只不过他并不想为魔族做事 因为人类已经利用过矮人族了 对他而言 魔族大概也跟人类一样 这可是他心中最痛恨的事情 男主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个反应 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自己梦想 随后他将矮人王带到了街上 这里到处都是魔族跟人类和谐共处的一幕 这个梦想的确很有趣 只不过矮人王不接受这个理由 毕竟人类可是害得他家破人亡 自己的国度没了 他凭什么要帮助人类 凭什么要理会所谓的和平 男主知道他怨气有多大 于是抛出了一个特别大的诱惑 可是这个说法过于天马行空了 重建王国这种事情可不是动动嘴皮子 就能说的 自己现在连子民都没了 别说子民了 我的仔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但男主对此早就有所准备 他带着矮人王来到了一个地下室里面 这里面全都是矮人族的同胞 其中就有矮人王的儿子 他们看见老国王都无比惊喜 矮人王子告诉自己老爹 本来被魔族带到这里以后 以为自己完蛋了 谁知道他们给自己饭吃 还给房子住 简直就是一世父母啊 现在大家还重新聚集在了一起 简直就是太好了 而且在看见矮人王以后 大家都充满了干劲 男主的这番做法 无异于打动了矮人王最柔软的内心 他伸出手 跟男主达成了合作 事情完成 男主心情很不错 还想教沙蒂十字 两人之间气氛刚有点暧昧 魅魔就推门冲进来了 看沙蒂跟男主独处 粗位又上来了 两个女人在这大眼瞪小眼 名为争风吃醋的战争打响了 谁知道这时候 猪头助手又囊囊着大事不好 冲进来了 因为矮人王被救走的事情 已经被同盟军给发现了 他们当即准备进攻伊凡利亚斯 要知道伊凡利亚斯只有区区500兵力 至于人类大军这边 总共有一万两千人 同盟军的将军 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这头猪怎么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自己为了减肥 竟然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为跟人类同盟军的战争近在咫尺 所以男主为了收集制作火药的消失 带着猪头助手他们来到了山上 在这里找到了拥有大量消失的山洞 城镇上的矮人一族 则在加班加点制作步枪 在他们高超的工艺下 一把接一把的步枪问舍 果然手工制作的步枪就是与众不同 紧接着猪头助手 开始带领哥布林大兵们进行训练 步枪的威力竟然 被当成靶子的木板 瞬间就全都是窟窿 猪头助手什么时候见到这威力 差点吓尿了 在他们训练的同时 好几个大部队们进入了城镇里 高大的巨人哥布林 还有全身跟染了蓝色油漆一样的狼人大军 就连天上飞的也不放过 一群狮子狗大军从空中缓缓飞来 三个大军的负责人全部来到男主办公室 他们都是瑟菲洛特的调来配合男主战斗的 见男主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好了城门 二怪都是惊为天人 当得知男主竟然给人类工资的时候 简直刷新了他们的世界观 毕竟他们之前全都是靠强迫来奴役人类 第一次听说还给人类报酬的 随后狮子狗首领从天花板破墙而入 这个出场方式也是有点奇葩 随后女魔人将这次的指挥权 全部交给了男主 因为男主不久前刚刚把帕斯迪欧给打败了 所以他在大军中的威望极高 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手 同盟军有一万两千人 他们只有两千人 就是对方的领头 狼人首领倒是想得轻松 觉得只要一个人干六个 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拿下 一看就是没有受过社会的毒打 男主一下就提出了弊端 毕竟士兵里面可不是每个都是精英 大部分只是炮灰罢了 夜袭也不成立 因为对面有魔术师 绝对会用魔法来进行应对 男主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固守城池 等对面来打自己 等对面露出破绽的时候再一网打尽 这男主绝对没有少看三十六级 此时的同盟军正浩浩荡荡地 朝着男主所在的城镇进发 男主他们还一点不着急 竟然还在家里收拾卫生 沙地更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觉得城里来了这么多人 怪热闹的 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他觉得 大家是来保护自己的 男主也没想到沙地能这么天真 而且为了帮助大家鼓舞士气 沙地想要帮大家制作元气料理 只不过想来想去都只想到汤 这时候还得是男主出马 他从书柜上抽出一本食谱 给大家制作食物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 只有大家吃饱喝足才有力气给自己卖力 再加上自己现在可是大地主 粮食多得要命 从书上一下子就找到了炒饭 这个简单粗暴的美食 起锅烧油 再打上两个笨鸡蛋 爱等蛋熟了以后再加上隔夜的大米饭 其他配料统统加进去 翻炒均匀 一碗黄金蛋炒饭出炉了 好好的热血饭也是变成美食饭了 猪头助手更是闻着香味就来了 看见男主他们吃毒食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两个人的午饭一下就变成了三个人 妹模也寻着味道就跑来了 两个人吃的是狼吞虎咽 一碗又一碗 沙地更是贴心的给妹模成了一大碗 这小心思也是一览无疑 猪头助手觉得这玩意要是给大家当伙食 那简直就是过年了 什么日子会这么好 而且这里面肉的味道都已经渗入到了米饭里面 香气四溢 就算是爱吃肉的种族也绝对不会嫌弃 等吃饱喝足 所有大军都集合完毕 现在城墙已经修建好了 装备也到位了 就差等同盟军来了 这注定是一场恶战 很快 值班的哥布林看见了浩浩荡荡的人类大军 他们犹如蝗虫一般压境 每个人都已经蓄势待发 猪头助手着急忙慌地跑来通报消息 所有人都聚集在城墙上面 男主告诉所有人 这场战斗只有胜利没有失败 一旦失败了 那么同盟军的战斗力就会集中到阿森诺 到时候城里面的百姓都会受到殃及 所以必须全力守住这里 每个士兵都斗志昂扬 爆发出了惊人的呼喊声 而城墙外的人类大军 将军对眼前的魔王军不屑一顾 毕竟这规模比想象中的要小多了 身边的助手也是如此 觉得简直就是浪费人才 亏他们还找来了全国最优秀的士兵 他这边的装备无比精良 人数更是乌泱泱的一大片 对于他们而言这不是战争 而是单方面的讨伐 伴随着将军的一声令下 大战正式开始了 大军朝着男主他们发动了冲锋 投石车也开始启动 弓箭如同雨水一般划过天际 好在魔王军这边有男主在 只是发动了魔法屏障 就抵挡了大部分的攻击 所有的巨石还有弓箭 全部都被屏障给挡住 一次不行那就再来一次 同盟军这边最不缺的就是弹药 他们不相信男主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只要魔法屏障破了 那么他们就能够取胜 只不过这一幕对于魔王军来说 简直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士兵们都在为自己的领袖喝彩 猪头助手更是在这个时候吹了一波马屁 可是男主却没有那么自信 因为他不知道同盟军的战术是什么 这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将军见男主又挡住了一波攻击 依旧是一副无关紧要的模样 下令再来一次 很快投石车和弓弩车再次发动 魅魔和猪头助手都无语了 这群愚蠢的家伙 竟然又来同样的招数 这一招怎么可能管用 男主的魔法屏障可不是吃素的 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被男主挡住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在同盟军的最前方 出现了一道蓝色的光芒 随着光芒亮起 魔法屏障竟然诡异地消失了 巨石和弓箭全部倾洒在魔王军的身上 打得他们是落荒而逃 谁说只有男主会魔法呢 在同盟军这边也有魔术师 大量的魔术师集合在一起的威力 并不比男主要差多少 趁着魔法屏障被打破 第一梯队开始发起了冲锋 男主看着乌泱泱的大军 心里面也是一紧 猪头助手已经率领着步枪队准备就绪 但是男主并没有让他们上 而是决定交给三大军团 那些同盟军的冲锋小队在即将到达城墙的时候 突然全部愣在了原地 因为在他们的面前 有一头无比巨大的戈布林 正双手拿着两块巨石看着他们 伴随着巨石丢出 同盟军中哀嚎遍野 死伤格外惨重 加上普通戈布林正在利用弓箭辅助 这些同盟军全部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吓得连连后退 然而巨型戈布林的进攻也并没有起到显著的效果 因为同盟军也有弓弩作为武器 在解决了巨型戈布林以后 同盟军开始启动了人海战术 他们在城墙下面搭建了梯子 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上爬 虽然城墙上的进攻接连不断 然而人类的数量太多了 被打倒一个 就有另外一个换上来 根本一点道理都不讲 就算是刚刚瞧不起魔王军的助手都不得不感叹 没想到他们这么点人 竟然还能撑这么久 但是他们这么做都是徒劳的 因为只要时间越久 那么他们的胜算就越大 然而这时候将军突然问他 晚上要吃什么 这个问题把助手问猛了 但前顺利拿下魔王军 他竟然不顾士兵们的安危 下令再次发动进攻 用投石车攻打城墙 就算他们死了也没关系 一切都是为了同盟军而战 一旁的助手虽然有点于心不忍 可是碍于将军的权威 根本没办法拒绝 眼看一个个巨石再次朝他们砸来 这下男主的魔法屏障也不起作用了 猪头助手他们更是惊呆了 没想到同盟军竟然这么狠 伴随着巨石砸到城墙 魔族和人类士兵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这哪里是战争分明就是毫不良心的屠杀 一时间整个城墙上的伤亡无比惨重 没有几个存活下来的士兵 男主看着眼前这惨烈的一幕 算是知道为什么同盟军这么厉害了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良心 自己人都干 看着这么多人类士兵倒在自己面前 男主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反观罪魁祸首的将军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 伴随着城墙上的大军被打倒 墙上出现了窟窿 第二批冲锋军开始发起了进攻 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所有的魔王军只能冲出城池进行战斗 男主感觉自己都快气炸了 在城里的街道上 更是躺着一个又一个的魔族士兵 看着底下激烈的战斗 就连男主也没想到战况会这么惨烈 不过他却一点也不慌 而此时城池中的伤员在逐渐增加 敌人的巨石攻击也越来越猛烈 杀地也不禁为男主担心起来 此时就算是擅长使用魔法的魅魔 都开始真刀真枪跟敌人火拼 然而敌人根本就是源源不断 打倒一个还有十个 猪头助手和自己的步枪大队在后面掩护 只不过现场太混乱了 如果盲目进攻很有可能还会打倒友军 就在这时狼人小分队冲了出来 他们的战斗力才是真的猛 为首的队长轻轻松松就干掉了一大群人类士兵 难不成狼人真的有什么buff下程 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他们反而战役越来越强烈 全部一飞冲天加入了战场 在他们的加入下 人类大军开始没有了招架之力 为了跟狼人一较高下 同盟军开始三两支队伍一组 来对付一支狼人 虽然很不讲武德 但这是他们最后的办法 可是支援的小队根本没办法前进 因为城墙上的步枪小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 小小的人类在步枪的面前 终于感受到了被支配的恐惧 面对一轮又一轮的突突突 同盟军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撒鸭子就是跑 可是他们跑得再快 也快不过狼人 就在狼人首领准备干掉鸭着的小兵时 换班的号角声吹响了 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搞轮班制 狼人首领有点失落 还没有打爽呢 怎么就下班了 女魔人看着他失落的样子 想起了战前的会议 男主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说了 这次的战争必须要速战速决 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伤害 结束战斗 狼人首领听了这话可不乐意了 还以为男主当上副团长以后 就开始瞧不起人了 还想跟男主碰一碰 但男主的意思当然不是这样子 他想知道狼人首领拿出权力战斗 能督战斗多久 作为狼人部队的最强者 他可是拥有一个小时的超强持久力 然而他的部下就不行了 大多数最长也只能坚持十分钟 所以男主给他们定了一个时间 那就是十分钟 只要时间一到 大家就得撤退 刚好这段时间狼人部队的攻击 已经打退了大部分的同盟军 趁着这个时间 女魔人使用炼金术 修复了刚刚破损的城墙 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 只不过刚刚修复的城墙 又马上被巨型哥布林给撞破了 他们兴冲冲的就跑出来上班了 女魔人都无语了 我刚刚修好的城墙 你转眼又给我干他了 好在男主已经事先说过了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可是这群巨型哥布林实在是太忙了 一个个比狼人还要粗鲁 嘴上还在叫嚣 把同盟军都给吓跑了 这也是男主的计谋 他要采用轮班制的办法 在自己人保持体力的同时 让人类消耗更多的体力 不过还是有人类士兵会抓住空隙 从楼梯上爬下来 好在有猪头助手在一旁守着 不然女魔人就差点被得手了 而这其实也是男主的战术 因为敌人的数量太多了 所以他故意让女魔人和猪头助手露出破绽 这样就能够缩小敌人的攻击范围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 不过既然是男主的指令 就算是牺牲性命 女魔人也保证会完成任务 男主当然不要大家那么拼命了 毕竟这个策略的最终目标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保证安全 此时的同盟军中 他们已经装填好了新一轮的投石器 准备开始新的进攻 不过就在这时 一块接一块的巨石突然从天而降 直接砸毁了所有的投石器 而这自然就是狮子狗大军的杰作 他们利用高空优势 毁掉了所有的人类武器 这就是他们所负责的区域 因为男主已经提前派出斥后 去了解敌人情况 知道对方的数量还有武器 就连对方大将的情报都已经搜集清楚了 虽然将军出身名门 可是却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 只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 所以到时候擎贼先擎王 想办法拿下将军 这场战争就可以提前结束了 到时候只要大家的行动 妨碍到了将军的计划 男主就可以找到对方的位置 然后实行抓捕 狼人首领觉得可以直接把对方干掉 这样子都不需要一兵一组 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然而男主还有其他的想法 让大家不要擅自做决定 面对最高指挥官的命令 大家要做的就是无条件遵守 面对魔王军这接二连三的突然袭击 还有有序的行动 同盟军果然是溃不成军 猪头助手和女魔人 看着计划执行得这么顺利 心里面也是大喜国王 但是女魔人还是很担心瑟菲洛 因为瑟菲洛也会参与这次任务 只不过并不在这个战场上 而且他的任务 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此时的瑟菲洛正在同盟军的后方 原来在同盟军的后方 还有一大批的精锐部队 而瑟菲洛的任务就是负责拖延他们 为首的队长看着就强得可怕 瑟菲洛最喜欢这种有实力的敌人了 而在城市之中 同盟军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按照人数来说 他们应该是远远超过魔王军的 怎么现在看起来 感觉他们反倒是被虐的 他们将消息汇报给将军 表示第二部队和第三部队都已经全军覆没了 一旁的助手文言让将军先走 毕竟现在这里的情况太危险了 然而跟男主所想的一样 这个家伙根本只在乎名声 他下令继续冲锋 不管死多少人 只要能把城池给攻下来就完事了 还让助手不要顶嘴 如果五个人打不过一只魔物 那就派十个 二十个 要是这么小的城池都打不下来 那么他的脸往哪里放 甚至为了鼓舞士气 他还准备亲自上场 这下子就算是助手也没办法了 既然老大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人上了 这下子所有同盟军士兵 又跟打了鸡血一样 在那边摇旗呐喊 看着对方的士气还这么旺盛 而且跟不要命一样上 男主他们都无语了 女魔人倒是很冷静 因为他知道 最后的手段已经来了 伴随着话语落下 在同盟军的脚下 突然出现了一道无比巨大的裂缝 一个接一个的士兵掉了下去 他们还在那边找自家的魔术师 殊不知已经被哥布林小队给抓起来了 猪头助手都惊呆了 没想到男主竟然把敌人的魔术师也抓起来了 而在后方的将军 更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袭击 吓得从马背上掉了下去 紧接着男主出现在了他面前 这场战争 只需要杀了将军就可以结束了 他完全可以在这里就干掉对方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让将军撤退 谁知道将军竟然不见棺材不掉泪 还嚣张地质问男主 要是自己死了 那么谁来下令撤退 就在这时 矮人国王拿着武器就冲了上来 一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 他还记得当初的仇 那时候将军就是这么嚣张对待自己的 如今正是复仇的时候 然而就在矮人国王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 男主却禁锢了他的行动 矮人国王的内心已经被仇恨占据了 禁锢他的锁链竟然发生了松动 将军终于知道害怕了 赶紧下令全员撤退 同盟军都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拔腿就跑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撤退 但是只要能够活下来就行了 等同盟军都离开以后 矮人国王也恢复了冷静 刚刚的一切都是两人演的戏 只不过矮人国王劝告男主 就这样放走敌人 对方迟早会卷土重来的 到时候他肯定会后悔的 男主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 但是等到对方再次席卷而来的时候 魔王军肯定会变得更强 打赢了胜仗 所有魔物都聚在一起欢庆孤舞 猪头助手哭得最惨 直接上去抱住了男主 魅魔看不下去了 你把我的男人放开 杀地也无法坐视不管 在战场上没出一点事的男主 反而快被三个手下给整死了 三个部队的队长 也是十分满意男主这个副团长 他们知道男主一个人 也能解决这场战斗 但是还让他们享受了 这么棒的战争 女魔人知道男主 永远不会争什么功劳 他觉得只有伙伴一起努力 才会让战争这么快地结束 与此同时 在树林之中 瑟菲洛已经跟精锐小队的队长碰上了 面对魔王军的团长 队长也是十分感兴趣 直接下令让所有人都撤退 两人摇摇相望 就在队长还以为要打起来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不远处 传来的撤退信号 既然将军都已经下令了 他也懒得打了 带着队伍就撒鸭子跑了 瑟菲洛早就觉得男主 会带领魔王军走向胜利 本来想着给男主一些奖励 只不过还是要让魔王来给比较好 随着男主这波战斗胜利名声大噪 瑟菲洛自然又交给了他新的任务 希望他能带他去泽诺比亚 与联邦盟主商业大佬签订贸易条约 要知道这可是个众人 不久后人类就会对魔王军发动全面攻击 这次的谈判就将决定他们的物资问题 虽然多亏了男主的政策 伊凡利亚斯的农作物产量变多 但要用作打仗还远远不够 可以说整个军队的命脉 现在都记在了他的身上 男主一开始当然是拒绝的 首先人魔谈判本来就很刁难人 更何况现在的城市重建 还远远没到可以随便离开他的城堡 但瑟菲洛信誓旦旦地表示交给他 男主实在拒绝不得 可面对魅魔的撒娇他无动于衷 至于副手他决定编撰个管理手册 而且男主还小致以情动之以理 除了交给他们 他已经没有其他更信任的人可以托付 总之他必须要让魅魔维护城市治安 猪头副手治理城市 既然男主已经做好了决定 两人也只好认命 但他们最不服的 还是为什么沙地能这么命好 在城市建设中他并不关键 反而更方便男主把他带出来办事 这部女孩又开始发出提问 他们这次的目的地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男主耐心为他解惑 泽诺比亚是个南部的贸易都市 也是贸易联邦的一员 他们靠贸易发家 生产南部特有的农作物或香辛料等等 在男主眼里 这座城市可谓是拥有着 左右魔王军命运的一切 一旦物资短缺 魔王军几乎就必败无疑 这次谈判就是重要到如此程度 更何况至今为止 人魔从未成功签订过条约 男主这回又是要开创历史成为第一人 共处的和平想法 两人继续赶路 结果在路上居然还碰到了海盗抢劫 虽然咱不知道为什么 海盗会出现在大道中间 但反正这事就是发生了 甚至他们抢的还正是男主此时最需要的 谈判对象的亲生女儿 海盗本来都迟到接近了女孩的车甲 里面可爱千金小姐的脸令他惊艳 还好男主及时赶到英雄就美 而见到女孩的一瞬间 他几乎恍生 毕竟这张脸实在和沙蒂很是相像 他并没注意到女孩的脸瞬间红透 初次见面他就已经悄悄方心暗许 眼看还有海盗想要贼心不死卷土重来 男主再次施法将他们绑住吊起 周围大小姐的护卫们都看傻了 男主竟然这么轻易 就击退了臭名昭著的红胡子海盗团 而且还用治愈魔法给他们疗伤 大小姐尤丽亚更心动了 于是她主动上前自我介绍 男主一听了身份都觉得 这是不是实在太巧 不过他们并没发现 旁边还有个贼人悄悄逃过了一截 尤丽亚为报答恩情 特意邀请了男主两人同城 反正他们都一样要去泽诺比亚 尤丽亚看男主那么强 当然是很好奇她的身份 那她肯定不能直说她是魔王君 只能随便编个假名自称普通魔术师 至于身旁的沙弟倒是没有关系 她只需要维持自己没怎么出过门 无知家养小女仆的人设就可以 但听闻此言尤丽亚不但没介意 反而承认她其实也是那种 没太离过家的大小姐 这次之所以会在外面 只是因为需要和有权势的人相亲 不过她由于没看上所以没答应 见到男主之后 她只觉得更加庆幸这个决定 有了大小姐做引荐 甚至还有恩人的名头 男主来见到商业大佬的一路 可谓十分顺利 等她真正见到大佬时才发现 原来她是位风韵游存的中年女性 虽然一开口她对女儿恩人的态度 可谓是温柔可亲 不过男主知道 能凭实力坐上泽诺比亚评议会会长 以及贸易联邦首长之位的人 必然不会是个省油的灯 虽然现在的巧合情况让她十分有利 可她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刚这么想着女人果然就开始出招 她让尤利亚先行离开 而当屋子里只剩三人时 她便直接开门见山 只能说不愧是老油条 她的身份就连一秒都没有藏住 男主在承认之前 还是更好奇她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但女人竟是一听她的假名就知道 魔术师中压根就没有这个人 更何况是向她女儿描述的这般强大之人 在如今诸王同盟与魔族正在交战之际 正好有位强大魔术师要伪装身份过来 那除了魔王军根本就没有其他可能 不过让女人没想到的是 为何她一个人类却会为魔王军效力 男主一看暴露也不装了 坦承自己就是最近传言遍地非的 伊凡利亚斯领主 他在生理上确实是个人类 但同时却也能算作魔族 虽然是人类父母生下了他 但确实由魔族将他养大 这么一说女人也懂了 那么魔族找他究竟所为何事 男主也并没再绕圈子 他此次前来 本就是希望对方能与魔王军签订贸易条约 大佬难免有点惊讶 先不说这种事先前闻所未闻 光是从魔王军想要消灭人类的信条来看 这次提出来就有点荒谬 但男主也有话要说 虽然曾经可能确实如此 但现在可是有现任魔王与他插手参与 正在共同推进人魔共存的大业 安静站在他一旁的人类女孩沙底 也让他的这份说法可信几分 而且现任魔王的风评的确一直不错 可人魔双方的战斗旷日持久 大佬又怎能因为他这一句话就轻易相信 魔族不会突然转变态度被刺 这是确实没有办法证明 不过男主愿意用行动来换取信任 他已经看出联邦现在最困扰的问题 那就是红胡子海盗团 如果他能帮忙讨伐 不知道大佬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此事 大佬实在没料到会有一天 竟是个魔王军跑到他面前说 要帮他们除掉海盗 但这帮海盗确实非常棘手 他们造成的损失金额 已经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年度预算 如果男主真能帮忙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不但是对整个联盟的大好事 也能让他这个盟主的地位越发稳固 他可以重新考虑签约 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条件 我个娘优利亚を埋取得もらう 大佬不愧是大佬 说出来的话比男主想象中还要科幻 但他既然能说出口就是认真的 只是经过这短暂的交谈 他就已经能认可男主的能力 他将来定会成为魔王军干部 直觉告诉大佬 与男主建立长久关系 绝对是个明智之举 还没等他们继续相谈 红胡子海盗团就再次入侵送上门来 港口的人们慌乱不已 在指挥之下向着市区四处逃窜 可海盗竟然还敢向市区开跑 真的是嚣张到不可置信 海盗头子卡罗萨更是直接站到船头挑衅 望着港口那边的浓烟滚滚 男主只好暂时答应大佬的条件 总之得先信守诺言把海盗团解决 不过等他们赶到时 海盗已经大闹一场再次顿走 他只好先上后一波救助伤员 顺便询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海盗团似乎是盯上了 今天要出海的那批货物 他们的规模不过就是一艘船 但实力却不容小觑 毕竟他们的头子是个魔术师 因此他们总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机 突然发动偷袭 就连具体位置都很难被掌握 男主思考着应对方法 最好是能在他们下次袭击之前准备好陷阱 帮不上忙 还不如做好本职工作 去帮忙准备个餐点什么的 男主随口嘱咐了一句让他别太累 沙蒂笑着应想 但等他到了厨房 却又一次被家中仆人认成了尤丽亚 发现他居然不是大小姐 这让女仆十分吃惊 外地来的客人 怎会与大小姐长得这般像 不过就算不是大小姐 他们也总不能让客人帮忙干活做饭 哪里都不被需要的沙蒂有些落寞 而此时的尤丽亚则找上了男主 她已经从母亲嘴里听说了 要和男主联姻之事 男主本来以为她肯定会讨厌包办婚姻 可谁能想到 她是真的对男主一见钟情 对这桩婚事简直是非常乐意 男主被这波直球打得难以置信 可以看她态度并不热情 尤丽亚又开始哭哭 搞得男主又得反过来安慰她 而这一幕正好全被沙蒂尽收眼底 她真羡慕贵族有这种 刚见面就求婚的勇气 可像她就完全做不到 她觉得心里有些难受 于是默默退出了房间 即使男主立刻去追也没有拦住 她很想整理好心情 继续作为男主的庸人好好工作 可暗处的坏人早就描上了她落单的时刻 这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结果等她被绑到船上才发现 原来海盗也是把她误认成了大小姐 还想着借此向大佬要钱 沙蒂找了个时机就想要开溜 可他们此时竟然已经到了广阔的海上 这让她又该往哪里跑 居然敢让男主专属的小女仆 穿上色色女仆装伺候自己 这个海盗头子真的是色胆包天 是个男人那就不能忍 必须给她来点雷霆之怒 都被绑架到了海上 那沙蒂肯定是跑不掉 本来手下还想着向海盗头子邀功 但作为头领 她果然还是有些严厉的 一眼就发现这其实是个小女仆 并不是他们想绑架的大小姐 不过小女仆她也并不挑 这不是更爽了 沙蒂已经陷入了魔窟 这边的男主却刚开始打探消息 不过在这个结果眼上的失踪 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是海盗干的 男主立刻表示要亲自去找 本来他都还没找海盗算账 他们倒是这么赶着来找死 回想着他与脱陷小女仆的点点滴滴 他绝对不允许沙蒂出事 而此时可怜的小姑娘 已经被团长逼着 换上了羞耻的女仆装 就连男主都没让他穿得这么暴露过 承认把女仆控海盗头子 这衣服你都藏多久了 是不是就等着有今天 冲这个家人们不也得点个赞 本来他还想让沙蒂 听从主人的命令上前伺候 不过沙蒂根本就是人在曹营心在汗 当年男主就算让他当女仆 那也都是充满尊重与温柔 作为他成为女仆的交换条件 男主当然也会选择保护他 若是其他人 怎么会在乎他一个奴隶究竟如何 正是这瞬间让他那么心动 所以他又怎么可能 愿意伺候眼前这个粗辱男人 就连只是给他做饭 沙蒂其实都不情不愿 但老哥转念一想 享受一下小女仆的手艺 好像也不是不行 只能说他想得到挺美 刚一进厨房 沙蒂就立刻开始寻找逃跑机会 虽然一直有大男人贴身看守着他 但看着海盗船上必有的酒位 他立马系上心头 借口说自己要拿酒调味 海盗们也不宜有他 很轻易地就拿了小铜酒给他 结果就是他当场 开始拿着玩一闸厨房 网牛排上一波就是一场小火灾 这下这两兄弟也在顾不上他 等扑完火就发现人没了 沙蒂当然是早已抓住机会 朝着外面竭力狂奔 可这船上到处都是海盗 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了后厨的草闹 看来他无论跑去哪里 但凡被发现 就都只有被抓回来狠狠惩罚的命 见状他只好赶紧缩起身子 利用自己娇小的体型藏进柜子 挽起了危险的实战躲猫猫 等人一走他就又开始翻箱倒柜 本来他是希望能找到点逃生用品 结果却发现四周全是金银财宝 他是真的很想通知主人这边的情况 可在海上他究竟应该怎么做 沙蒂又一次环顾四周 这次是跳动的火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之前他也跟着听过这帮海盗的消息 他们总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实际偷袭 直到现在也很难掌握他们的位置 本来海盗头子 还在专心欣赏他心爱的女仆装收藏 就意外得知天塌了 不但刚抢来的小女仆没了 甚至现在整座船上 都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 沙蒂已经闹出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动静 只求男主能赶紧发现这边的情况赶来 海上升起了火焰与浓浓的烟云 放走他的两人 当然一秒就能猜到是他搞的鬼 沙蒂本来还想藏在酒桶里等他们离开 可这帮海盗竟然还有灵敏的狗鼻子 整艘船上就只有他身上有不同的味道 转眼就把他抓了出来 眼见男人围了过来欲行不轨之事 沙蒂只能掏漆桶盖一砸就跑 这男主再快些赶来 结果他还没在甲板跑上两步 脚踝上竟然还多了的束缚魔术 终究还是海盗船长来得更快 他还决定要对坏女不施加惩罚 只要把脚砍掉 他肯定就再也不能跑了 千军一发之际 总算轮到男主前来救场 此刻的他 就是女孩眼里踏火而来的盖世英雄 惹到沙蒂就是惹到了他 海盗们这次也是踢到钢板了 小女仆总算见到了自己真正的主人 赶紧依偎到了男主身边 海盗头子哪能看这种场面 赶紧下令抢他女仆折死 但男主又怎会惧怕这群虾兵蟹将 他可是魔王军中最强的魔术师 不出三招 就把一帮人都掀翻到了海里 甚至还有余裕来关注沙蒂的情况 虽然男主来救他让女孩十分开心 可仔细一想他却又陷入了自我厌弃 像他这种没用又总会反天麻烦的奴隶 明明随时被抛弃都不奇怪 怎么值得男主这么费心 但男主坚定地给了他回答 既然沙蒂成为了他的女仆 他就一定要保护到底 而且是沙蒂的自救很成功 男主正是因为看到了海上的明显火焰 才可以这么快带来 这一看就是沙蒂故意给他传的信号 这也是他全心全意信任着他的表现 头领实在忍不了 他俩在在自己面前打情骂俏 就好像他是透明人一样 同是魔术师何不来好好打一场 男主差点被打了个出其不意 还好他随手的防御都很难被人击破 团长满心满眼还是他最爱的小女仆 上来就是继续猛攻 这海盗头子居然是有几分真本事 就连男主都要暂时避气锋芒 一时落入了只能逃跑与防御的下风 他的水魔法 竟连船体都能直接贯穿 头子还以为这下男主肯定必死无疑 可就这男主怎么可能会输 对方的招数水准 于他而言不过指向是装饰特效 我再读条你在等什么 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水魔法 头子彻底被这巨大的实力差距击垮 跟着来的同伴们都还没反应过来 在他们眼里那么难打的海盗团 就这样水灵灵的被一招秒掉生情 可事事摆在面前 这对男主来说还不是轻轻松松 真可谓装逼于无形 麻烦解决后 两人一同站在船头欣赏景色 虽然都是在海上眺望 可这回在男主身边 女孩的心情早已与先前截然不同 他甚至得到了男主的夸赞 毕竟要不是他这波绑架 男主也不能这么轻易指导黄龙完成任务 可不就是大功一剑 最后这活桌的效果 简直比大佬想象中的还好 而且他也算间接证明了 魔王军并没有想象中的残暴 按照约定 大佬会和男主签订贸易条约 只不过需要向外界保密 他总不能大张旗鼓地宣布 要和魔王军结盟 这一点男主当然可以体谅 只要对方愿意和他贸易 他其实就已经谢天谢地 谈判工作进展顺利 之后他甚至还被邀请参加了庆功宴 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安 小女仆也换上了漂亮洋装 他俩还真都有了点优雅的意思 男主本还在担心被绑架的沙蒂 有没有留下阴影 需不需要再休息 不过沙蒂本人倒是毫不介意 这可是专门为他们两个举办的庆功宴 他不好好见识一下那得多可惜 不过他特意过来 可不是为了看男主被其他大小姐抢走的 尤利亚刚一来 就忍不住立刻挂在了男主身上 沙蒂深吸口气上前阻拦 大庭广众之下知不知休 他俨然一副正宫的风范 还特意上去给男主理了礼衣服 可别被某些人弄乱了 尤利亚似乎也察觉了哪里不对 但也没有多说 只是让男主赶紧跟他一起去见母亲 宴会大厅内功仇交错 男主年轻有为 身后还跟着两位美少女的姿态 也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由于他被大小姐一眼看上 当然是会迎来许多人的注目里 还有各种羡慕极度恨的窃窃私语 尤利亚赶紧让他别在意 不管周围人再怎么说他普通 只要他觉得男主世界第一好就足够了 三人终于来到大佬面前 大佬这个女儿空看着这对狼才女貌 心中也是颇为满意 他希望男主可别忘记 和他女儿结婚也是地结贸易的条约之一 他要是不这么强调 男主还真就忘了 这居然还真不是玩笑 小女仆站在身后有些黯然 可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原来今天这个压根就不是庆功宴 而是场轰轰烈烈的先斩后奏 竟是要现场就把他俩凑队举办婚礼 好家伙你们这真是连身份证都不要 婚礼原来是能这么草率的吗 不过大佬对男主不能拒绝凶有成主 毕竟这早就是他们谈判的条件之一 不履行他就要取消合约 还不等男主为难 魔王就先粗意大法 竟然从千里之外 直接一个光球飞来接男主回家 男主这才知道 当他还在纠结婚姻大事之时 竟然已经被偷了老家 这回人类军的进攻 竟是让瑟菲洛都没能挡住 他陷入了敌人的圈套 城中赫然已经是一片哀鸿遍野 现在他们早被彻底围城 马上就快要淡尽两绝 可瑟菲洛即使身负重伤 依然还是坚持想要前去应战 总比等着然后在这饿死墙 无论怎样至少也得拉上一群人垫背